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个完全没有名分的情妇 竟然可以假责最高领袖的权威 令中南海众多的高官对他俯首称臣 人人都要拍他的马屁 这个是何等的荒唐 更可笑的是这个在全中国老百姓眼中 成了活神仙的毛泽东也不能幸免 被比他要小差不多50岁的情妇 骂作是狗却也是无可奈何 毛泽东这个生猛的情妇就是张玉凤 他的故事可以说是 现代中国畸形政治的一个缩影 有一张照片在1970年代 可以说是人人都见过的 这张照片就是1972年2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与毛泽东会见时的窝手照 其实这张照片是经过处理的 当时的合影在他们两个人中间 原来还有第三个人 不过他在公开发表的时候就被删掉了 而这个站在中间的那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张玉凤 从原始图片可见 毛泽东在和尼克松窝手的时候 他的右手与尼克松相窝 而他的左手则是紧紧的抓住张玉凤的御手 尼克松1972年访华 可以说影响了整个的世界大局 毛泽东和尼克松窝手的重要性 那是不言而喻 而从这一张照片 所谓亏一般可见全报 可以知道当时的张玉凤 在毛泽东生活中的分量是多么的重要 事实上 从1962年开始走入毛泽东的生活 成为毛泽东的女友以来 张玉凤在毛的生活中 那是已经越来越重要 而且今后在毛的晚年生活中 还将更为重要 从那个时候开始 张玉凤不仅开始主宰了毛泽东的生活 而且在政治上 张玉凤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甚至依据取代江青 成为中南海的不折不扣的第二号人物 是毛泽东最放心的大管家 即使是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包括总理周恩来 甚至毛泽东后来清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都对他那是逼宫逼近 低声下气 有的甚至还大拍他的马屁 张玉凤凤甲浓威 真是全清天下 一时毫不奉光 那么张玉凤是怎么样变得全清天下的呢 根据张玉凤自己的回忆 他1944年出生在东北边陲小城 牡丹江市的一个农民家庭 家中人口众多 在小学毕业之后呢 家里无力再负担他呢 上中学 于是张玉凤就跑到城里去找工作 成了一个小农民工 正好呢 遇上了铁路局招工 他决定赌一下运气 没想到这个14岁的小农民工 凭着年轻貌美就跳出了龙门 成了铁路客运列车员 他是黑龙江人 普通话又标准 不久啊 他还成了列车的广播员 两年之后 1960年东 铁道波道下面呢 去选调专业人员 已经停停欲立的张玉凤 勤奋肯干 历史清白 又被选上了 到了一辆为中央首长服务的专业上工作 这个中央首长是谁呢 就是毛泽东 不过张玉凤 虽然成了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 但是开始的时候 并不能接近毛泽东本人 他只是负责毛泽东随行人员的车厢 为这些随行人员端茶送水 递毛巾 张玉凤回忆说 他永远还记得第一次随毛巡游市的情景 专列开动时 他甚至不敢相信伟大领袖就跟他在一辆火车上 车底安徽蹦步 毛邀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合影 他才得以见到活生生的毛泽东 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毛的特别注意 大概是因为年纪太小 只是躲躲闪闪的混乱在一大群人中间 无法斩露头角 虽然我们上一期讲过毛泽东在专列上对张玉凤一见难忘 并在纸上写下无数张玉凤的传闻 那可能只是加上文学是想象的传闻而已 根据毛泽东私人医生李治隋的回忆录 李医生说张玉凤与毛泽东首次相遇是在1962年冬的长沙 当时湖南省委为毛泽东举办晚会 年方18岁的张玉凤天真无邪 有着大大的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 他主动的邀请毛泽东跳舞 就在那一次晚会上 毛泽东与张玉凤连续跳了几场舞 等到舞会结束 李医生亲眼看见毛携了张玉凤的手 回到他所住的房间 第二年也就是1963年未婚的张玉凤为毛生下了一个儿子 毛泽东亲自命名叫张兰子跟母姓 我们在上一期呢已经讲过就不重复了 不过在正式搬进中南海工作之前 张玉凤作为毛泽东专业服务员和毛泽东的亲密女友 还为毛泽东生了私生子 虽然能够自由的出入中南海 但是仍然不能完全算作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和毛泽东的核心圈子 还是割了一层 到了1970年 毛泽东与写进宪法的他的接班人 林彪的矛盾开始浮现出来 为张玉凤进中南海带来了机会 当时毛泽东的女朋友当中 有几个他最宠爱的人是来自于空军文工团的演员 包括当时担任空军文工团 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刘素元 邵景辉等 林医生在回应录中曾提到一次 毛泽东与三个女友大背同名 差点被江青撞破 令毛泽东大怒 从此不让江青不禁通报去见他 林医生虽然没有提姓名 根据后来很多的考证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刘素元等人 刘素元、邵景辉等能够成为空军的风云人物 与林彪的妻子叶群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之间来往密切 由于与林彪闹矛盾 毛泽东就开始怀疑刘素元是林彪的特务 李之随在回应录中说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当时在空军权清一时 毛泽东认为刘素元等三人是林立果派来的 毛还亲自对李医生说 这些人都靠不住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毛泽东果断的把一些他怀疑的人 都从中南海里赶走了 断了林彪在他身边的眼线 而张玉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1970年的7月正式搬进了中南海 成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照管他的日常生活 根据张玉凤的回忆就说 已经担任毛泽东专列服务员八年了的张玉凤 当时他正在清扫车厢 列车长通知他去一趟中南海 来不及书里就跟着来接他的人走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他将在这里 伴随毛泽东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接待张玉凤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辞 另一个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军 问话很简单 要不要一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就这样 张玉凤正式成了毛泽东的贵妃 并开始取代江青的地位 也许有人会问江青那时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冲锋陷阵 是毛的重要帮手 但是为什么就成了甩手掌柜 对毛泽东重用并和一些年轻女人鬼混 完全不管呢 据李直随医生说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军告诉他 早在庐山会议的时候 毛泽东和江青曾经有过一次谈话 两个人搭乘了一份协议 毛呢向江点明了他的私生活问题 并要江青呢 不要过问他的私生活 而对江的补偿呢 就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加以保护 正是江青的缺位 就导致了张玉凤的上位 张玉凤的运气呢也很好 他在搬进中南海之后不久 毛泽东就生了一场大病 贴身又贴心的女人呢 他的这个精心照顾 对身体越来越差的毛泽东来说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张玉凤在中南海的地位呢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然随着他地位的提升 也开始了目中无人 看谁都不顺眼 并怼天怼地 甚至呢还怼上了江青 据李直随医生回忆 在1971年当知道毛泽东发病后 江青和周恩来去看毛 江青啊并对李直随医生大发雷霆 他向毛泽东告李医生的状 说李医生啊早在1968年 就曾经用毒药害他 现在李医生又害毛了 他并召集政治局会议 要追查毛泽东身边的特务 不过毛并没有听他告的恶状 张玉凤回忆说 毛泽东当时当着周恩来和汪东信的面 还刺骂江青 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 特务集团 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 毛泽东气势汹汹 江青完全不敢搭枪 过了一会儿 毛忽然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就是我 是我 江青挨了毛泽东一挤闷棍 出的门来 正好遇见张玉凤 就把一股怒火发到了张玉凤的身上 骂张玉凤说 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 走路还这么重 风都吹着我了 江青不知道这时的张玉凤 已经是惊非惜彼 他没有认错 也没有道歉 反而怼江青 在这里主席有规定 走路要想一些 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 免得给吓着 连江青张玉凤都敢顶撞其他人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例如对毛泽东的诗人医生李子虽 那他也是全不客气 根本不知道尊重为何物 李子虽医生回忆说 医疗小组在一次为毛泽东治疗之后 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 可以排出多少 李医生告诉他 一般四小时可以排出 约两千毫升小便 张玉凤冷笑着说 你们有把握吗 李医生回答说 治病不是算命 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 最重要的是要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 哪知道张玉凤说 只要我不管 那是护士长的事 说完他就到毛的书房里去了 医疗组的吴杰医生问道 这个张玉凤是什么人呢 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 这个曾经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的吴杰医生不知道 只有小学水平的张玉凤没礼貌 那是正常的 有礼貌那才叫不正常呢 又例如1974年12月23号 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汇报工作 张玉凤完全不顾场合 就对周恩来抱怨说 你看现在什么事都要我管 主席的吃喝拿撒睡都要我管 你也不管管 把周恩来弄得那是很尴尬 张玉凤这个小学生以为中南海 就是他某单江乡下的家 一方面是真的不知道 如何和这些专家和这些权势人物相处 一方面则是嗜宠而骄 对人对事都只是凭着个人的小性子 事实上这个东北农民家庭出身的女人 不仅把江青和周恩来等人不放在眼里 就是对毛泽东他都敢于顶撞甚至吵架 完全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什么伟光正 而且他还敢于因为毛泽东玩弄女人而吃醋 把毛给惹火了 大叫他滚 关于毛泽东叫张玉凤滚的说法有好几个 而且还不止一次 但是很多说法都语言不详 或者是改头换面 把事件的这个丑陋真相给演示过去 直到我们上次提到的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陈惠敏 逃往海外之后 才还原了第一次毛叫张玉凤滚的真实原因 原来是张玉凤吃醋了 在1973年的一天 原来是空军文工团三朵小金花中一朵的陈惠敏 那天去中南海做客 陪并中的毛泽东 要知道陈惠敏本是红二代 更加是天生励志 身材高挑 比张玉凤那是漂亮多了 毛对陈的到来那是高兴至极 就叫陈惠敏光了身子陪他游戏 这是他们玩惯了的老玩法 用陈惠敏自己的话说 他可不像张玉凤孟起云那样呆板 而是特别放得开 总是能把毛泽东试弄得欲罢不能 张玉凤一看一时间杜性大发 大骂陈惠敏不知检点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玉凤担心毛泽东这把捞骨头 经不起才二十多岁的陈惠敏的折腾 陈惠敏和张玉凤同为毛泽东的女友近十年 早就相识 而且他向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见张玉凤发脾气 当然不会失落 就和张玉凤对骂起来 毛泽东不得不打圆场 并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 认为张干涉了他的私生活 要知道毛对玩弄女人的事 把老婆将亲都给放逐了 他自然也不会容忍张玉凤说三道四 在金夫子所写的毛泽东的女人们一书中 他用他的生花妙笔 还把这场争吵加上了具体的情节 是这样说的 看张玉凤还有一些不服 毛泽东一时龙颜大怒 瞪着凶狠的眼睛对张玉凤骂道 你嫌我这里不好 你滚 我不要你 你滚 你给老子滚出去 要知道毛泽东可是从来没对张玉凤 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张玉凤也认了针动了气 他含着两泡泪水回到自己的住处 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衣物 推了中央办公厅分派给他骑用的自行车 离开了风泽园 出了中南海 建了一间小屋 住了下来 没有了张玉凤毛泽东的生活全都乱了套 文件香烟等都找不到 毛泽东没精打采来过了三天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只好认输 他把江青找来说 就我办件事吧 我骂了玉凤 他赌气走了 你去把他接回来 就讲是我请他回来上班 我的气消了 他的气也该消了吧 江青难得毛泽东求他办什么事 自然是满口硬撑 立即亲自坐了大红旗轿车去接张玉凤 江青接回了张玉凤 在交给毛泽东的时候还说 认知啊 这回可别再把小张给气走了 毛泽东见张玉凤还绝着小嘴 在生气似的 便拉了他的手说 你真是张飞的后代啊 脾气硬得很啊 张玉凤忍不住笑了 接着又哭了 毛泽东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说 我们两个啊 谁也离不开谁啊 我早就讲过 谁也代替不了你 我可以没有江青 可以没有唐文生 可以没有张寒之 没有卢迪 可不能没有你啊 经过这次小小的波折 中央办公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给张玉凤提了急 从生活秘书呢 升任政治局医药秘书 享受政部级的待遇 名正言顺呢 提毛泽东管理党和国家的最机密文件 张玉凤重回中南海之后 毛泽东对他的正式评语是 办事认真 工作尽职 张飞的后代 一出计跳 除了这一次争吵 还有一次的争吵呢 也在多个人的回应录中提到 既有毛泽东晚年贴身护士 孟景云的回忆 也有李之随医生的记录 根据李医生的说法呢 那是1975年6月10号 李医生呢 和两位这个心脏科的医生啊 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 一进去呢 毛就嘰尼咕噜说了 一套 他们呢 都听不懂 而张月凤呢 则不肯翻译 毛当时就发了脾气 举一圈跺脚 张才说明真相 原来就在两天前呢 也就是6月8号 张月凤出去了 毛要读文件 等了很久 张回来后 毛很生气 写这条说 张月凤滚 张记回吧 我要不滚 你就是狗 毛对李之随等人说 我的脾气不好 张月凤的脾气更不好 他还骂我 两个心脏病专家 听完张月凤的翻译啊 不禁恶然 而张月凤还旁若无人 回对毛泽东说 这句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 有什么意思吗 孟景云的回忆则是呢 有一天呢 他来接张月凤的班 刚走到毛泽东卧室的门口 就听见里面大声嘲嚷的声音 你给我滚 孟景云听出毛的声音 显得又高又细 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 而张月凤 竟也激动的回应说 滚就滚 谁不让我走 谁是狗 孟和你的回忆并不冲突 一个呢 是亲自听见 一个呢 则是由毛亲口讲述 都正是了这起争吵啊 就像农村里老夫妻闹义气 使小性子 也许正是张月凤 对毛泽东不假辞涉 把他呢 只是当一个普通人看待 敢和毛争吵 是针对了毛泽东的胃口 也令他呢 成为毛最信任的人 这个张飞的后代 一出计跳 也确实呢 让他跳上了人生的顶峰 在毛的周围 谁都要看张月凤的眼色形式 甚至呢 还要送礼物呢 去巴结他 像江青就是这样 孟景云说 江青为了让张月凤 在毛面前呢 多说好话 让毛呢 多见见他 总是有空啊 就找张月凤聊天啊 照相啊 吃饭啊 打电话了等 还常常送来一些 私自布料等礼物 张月凤 有时见毛泽东 不同意见江青 就会问他说 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 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 毛泽东就回答说 你就见他可怜了 你还没见到他可恨的时候呢 有一次张月凤故意穿上江青 送给他的衣裙 站到毛泽东的面前问 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 毛泽东连说 好看 好看 谁给你的 告诉你吧 这是江青统子送给我的 我特意呢 穿给你看看 毛泽东文言便马上把脸一沉 快去脱下来 一点都不好 以后不要要他的东西 那个时候 据说是毛泽东的特务头子 康生在临死之前呢 把江青呢 曾经在历史上叛变的事情呢 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江青呢 已经成了他的副资产 要疏远他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呢 我们将继续讲述 这个张月凤的故事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